来关心的是这回是不是真的反核能够赚绿金呢 我们就来看民党反核单立委赖平渝父亲赖静灵 却被踢爆两三年内居然成立了20多家绿能公司 市值上百亿元 而记者根据了这经济部登记的资料之籍 这些能源公司却发现其中有19家全部登记在同一个地址 民进党立委赖平渝被起底反核电信员父亲赖静灵 就是搞绿电的云爆能源动作 而他就是云爆小公主 一查经济部资料 来进林挂名董做绿能公司的确高达22家 蔡英文当选之后就成立云爆能源 随后从2018年开始至今又再成立了20家能源公司 接的还都是政府标案 每一个年度在20年的时候开了5家公司 2021年又多开了6家 20又加开了6家公司 每一个负责人都他爸爸 我们台湾人谁可以这样拿工程的 台湾人谁可以这样开公司的 只有民进党可以这样开 公然的跟政府拿标案 公然的睁眼说笑话 公然的用这种仇庸贪污的方式 然后面对国人的时候 就是用媒体 用测译 用网军 打压我们 这个只要有眼睛 有脑袋的人都知道 光明正在贪污 三年开十几家公司啊 吓死人啊 有人开这么多的啊 而且就是能源 台湾有哪一家公司 开五年就这上市柜 然后赤紫白云 更离奇的是赖敬林挂名董 做了20多家能源公司 竟然有19间都登进在内湖 几湖路的同一个地址 10层楼高的大楼 云爆能源就在4楼 而同属赖敬林名下的其他18家能源公司 也都登进在这个地址 而同一间办公室 19间公司 甚至楼上6楼 也有两家能源公司 也都在赖金林名下 这为什么要这样开 我跟你讲 他在分配他的八包数 大德一间嘛 然后下面开很多小的嘛 大德街大标嘛 然后分配给下面小的 好谈啊 政府还没抖啊 我们的政府 老政府政府哪会抖 这种人 掏空国家 如果真的有人有任何不法的市政 我都欢迎他提出具体的不法市政 并且去提出检局 那对于这样子的选举操作 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遗憾 因为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云爆能源能够获利21倍 凭什么 所有的标案都是他们家拿 没鬼啊 你信啊 民进党反核 真的是为了贪污发财吗 讽刺是被抓包 绿运法治绿能源自当初这段话 合一场早已陆续拆除 根本不可能再发电 那我想请问侯友宜 重启个 演啊 你在演啊 赖平云在演啊 演嘛 很开心嘛 结果呢 跳摆一步落成就哭 如果一个潜心潮流绿尾 都能如此神通广大做绿能 不知道民进党内还有多少看不见的绿能大亨 继续张正明 徐国豪 SNS小组台北基隆报道 国民党政策参选人侯友宜 承诺如果当选将会重启核电 立法委员赖平云则表态反对 还呛说重启个屁 同时也被启迪他的爸爸 就是在担任了云报能源的董事长 女儿大动作表态反核 难道是担心影响到家族企业的财路呢 前立法委员蔡正元就透露说 云报能源专做政府的生意 这需要有良好的政商关系 也就是所谓的特权生意 赖平云面对如此种种争议 却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明确的解释 也代表他内心其实相当虚弱 你这个云报做的都是政府的生意 你这个没有政商关系 民进党会给你吗 再加上很多人可能不了解 这里面要台电配合 没有台电配合 不管你做光电 或者你做其他的新能源 风电对不起都没办法 那谁能够叫台电配合 这是一股很大的一个政治力量 不是纯粹的商业的交易 简单讲就是特权生意嘛 那为什么你爸爸可以做到特权生意 再讲一个例子 他爸爸被派去当神老的董事长 那个神老原来的董事长 私底下是非常气愤的 因为神老当时为了做中华电信的生意 所以中华电信说那我要入股 那好就让中华电信入股 可是中华电信的股份并没有比民股多啊 那民股董事长做得好好的 中华电信后来就说那好 你那董事长让出来给我们 那结果派来就是赖品尼的爸爸 再加上他不只是接生老的董事长 又接了很多很多 新潮流在做这个中华电信的生意 是做了很多 然后这个接下来 因为民进党政府要搞光电 他们也在光电里面如以得水 那别人拿不到的生意 他们拿得到 所以他们要设了很多公司 这个标案那个标案 我们一点都不意外 那你面对这样一个特权生意 你是个特权小公主 那你就要更谨慎嘛 是如何去把这问题 做一个坦白的答复 结果没想到你想要回答大家 结果你很尴尬就跑了 表示他心里面是很虚弱的 好的确啊 这溜得很快啊 这媒体记者群都还追不上 那赖品尼出席这场活动 面对被追问的时候 听到记者讲的关键字 为什么云豹能源能够获利21倍啊 这个21倍是不是因为 绿电真的赚很多呢 赖品尼突然就不回应了 脸色一垮 铁青就往前滴滴嘎 往前走 穿过现场媒体的团团包围 也不撑伞也不躲雨 直接快速朝车子来这个躲 随后就躲进车子里头 直接关上车门 先带你来还原原本的现场 能够获利21倍 那这21倍是不是因为 绿电真的赚很多呢 委员为什么不再继续的来回答呢 有关于台电的部分 说得很清楚了 所以您觉得这个部分声明了 谢谢 很辛苦了 我们交通处也成立捷运办公室 我们也准备把所有单位 财政处地政处都放进来 所以必须跟各位长官报告 首先谢谢林部长 我们才有办法找到一盏明灯 让我们继续努力 让基隆变更好 我常说中央是大脑 它是制定政策 财政处地政处都放进来 所以必须跟各位长官报告 首先谢谢林部长 为什么云冒能源能够获利21倍 那这21倍是不是因为绿电真的赚很多呢 委员为什么不再继续的来回答呢 有关于台电的部分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所以您觉得这个部分声明了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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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台南市新发局前局长陈凯玲 被控贪污案件 在16号议选宣判 台南地方法院在经过审理之后 依照了贪污还有财产来源不明 洗钱等罪 判处了陈凯玲 有期徒刑8年 持多公权5年 台南市医院蔡玉慧痛骂说 如此轻判有损司法的公信令 加上面板案呢 也没有宣判 也有损蔡政府非和家园的形象 而台南市政府也表示说 尊重司法判决 破坏这个司法的公信令 大家知道陈凯玲 开心的不是跟探望 去国陈凯玲的桂花 跟沙文科学的桂花 组织看到面板 盖住的楼杂 盖住的 盖消息 補给贵柴柴柴柴 顶民进党的人知道去为别为输 去年 这样做 只要破坏这 剩下期间都没有办办办办办办案 最终你也办一个面板 都没有 包括枪子事件都没有办 今天最快要说的 我们面板事业陈凯玲 非和何准的 都没办错 准理过早期间 等这面板 要做多大 你想 大家要说 大臣做一朵后一朵 做越多 院里有得越多 大臣的金 所以把组合 监察官人没办到 我们面板 增加领会员面板做的事 你說這不是為了多少錢的選舉嗎 我感覺很失望 今天看你辦這樣你認為可以嗎 你敢去給民進黨控制嗎 為了多少錢控制的事不敢辦白人嗎 我真的很失望 我代表 總共八成 向我們事實 空氣 我感覺應該要辦任何事 要辦他老早的事 一般為其中感情的事要辦不靠選一個政務 都政務都民進黨的無理 陳凱琳判決各罪合計英職刑刑是八年的狀況 那也代替證明了法院沒有所謂的是哪一黨所開 那面對所有違法的人 都不秉持著誤廣誤眾的精神 那接下來也希望陳凱琳勇敢的面對司法的審判 來面對自己的過錯 好 雲夢能源董事長賴敬玲 旗下公司的政治獻金 多數都捐給了新潮流 台北市議員尤淑惠就質疑 只吃股一趴 這個賴靖琳怎麼可以拿投資者的錢 來捐給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呢 這算不算是民進黨的黨產 是不是另外一種金流呢 我們看到最近的政黨的財報結算 民進黨已經成為最有錢的政黨 常富於民真正富起來的一個政黨 那看到說賴靖琳最近這個雲爆能源 被揭露了政治獻金的這個狀況 我們覺得說民進黨應該有很多金流 現在是在屬於企業界 已經在企業界裡面布好了很多金流的裝 然後這一些透過了像賴靖琳啊 然後雲爆能源啊或者是一些綠能 或是一些政策的這個利多的釋放 那未來變成是不是回饋成 他們政治人物的政治獻金 也就是政府提出了一些利多政策 讓某一些特殊產業可以獲利 然後之後這些特殊產業在選舉的時候 再投桃暴力 然後變成是民進黨另外一種這個黨產 或者是金流的來源 雲爆能源就是一個非常突出的一個例子 賴平宇委員說他父親只有持股一趴 這不是他家族的企業 是啊 那就更奇怪了 既然這不是你家的公司 那為什麼都可以拿公司的權 去捐給民進黨的這些政治人物 那之前雲爆能源這個發了一個新聞稿 裡面更有趣了 直接講說為什麼會聘請賴靖林當董事長 就是因為他在立法院的時候 有提案再生獎勵再生能源條例 公務員都還有一個叫旋轉門 你要稍微利益迴避一陣子 結果原來立委是我在立法院 可以提了這個產業的獎勵再生能源條例 我一轉頭就去當再生能源的董事長 是雲爆能源厲害呢 還是我們賴靖林董事長厲害點石成金 隨便一個石頭隨便一個公司 只要被他收購以後 都變成一個獲利創新高的公司 然後政府標案接滿滿的公司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口 如果你要做好 工作人員就把握劃關心 值得讓人進入 請按個字卡 請請按個字卡 questaقط太快 請按個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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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個字卡